电视剧《余生》,请多指教正在火热播出中,是由肖战和杨子岭携主演的爱情剧,讲述顾卫和林之孝之间的兜兜转转的爱情故事。 两人误会越来越深,林之孝对顾卫医生赌气说道,即将离开这里,去国外为林老师治疗癌症。 在林老师回医院复查的时候,顾卫更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,照顾林之孝一家人,看着生病的林之孝,顾卫医生分外心疼,由于林之孝的皮肤过敏了,不敢看顾卫医生,所以顾卫医生是在门后边表白的。 不巧的是林之孝睡着了,根本没听见对林之孝的表白,顾卫医生送林之孝去地铁站,林之孝问顾卫,他送过什么人来地铁站? 但林之孝是顾卫医生的什么人的时候,顾卫医生丝毫没有听见,告诉林之孝,让林之孝等一会,林之孝误以为顾卫有什么惊喜,结果发现,顾卫就买了一瓶可乐,希望变失望,林之孝还没有发现,这可不是一瓶普通的可乐,上面有顾卫医生的表白,顾卫医生在上面写了林之孝,我喜欢你。 当林之孝参加了医生的聚餐时,结果一位同事给高西敬了酒,说出他和顾卫医生爱情美满,顾卫当时不在场,而此时的林之孝尴尬极了,听了很不是滋味,其他人都是医生,只有林之孝在这,显得格格不入,林之孝借口离开了,这句话给林之孝的打击太大了。 林之孝深爱着顾卫,别人都不知道,还都把高西当作顾卫医生的结婚对象,后来赶过来的顾卫医生,看到林之孝不在,小杜医生给顾卫医生说了具体原因,顾卫生气地向颜医生说道,林之孝对他而言是最重要的人,他不是病患家属,是自己的女朋友。 顾卫医生的表白方式,还真是特别,三次都让人意想不到,好在两人终于解开误会,林之孝的努力没有白费,顾卫终于踏出勇敢的一步,迎接专属于自己的幸福。